大家好啊 这里是一球 欢迎来到今天的幸运数字 上期的时候呢 节目中没有给大家介绍阵容 不过大家从比赛中大概已经猜到了 另外呢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到了第八了 我们的阵容现在是这个样子 上期只是先加入两名队员嘛 一个是祖马 一个是布特兰德这名门将 其实其他位置我都没有变 我半边其实华为反应非常好 都是法国人 而且都效率于英超 西索科 纳斯里克里希 然后前锋是long 右边还是盖坛 还有奥里维拉和来自塞维利亚这名中后卫 让他打了边后卫 至少可以补一些化学反应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抽一个数字吧 看我抽到几 让我们做一下什么 好了 我们接下来抽一个数字吧 二 又是二 我又可以任意买一名队员啊 真的是不错呢 另外根据规则 我们目前为止在第八 在第七之前呢 我们只可以买数值小于或等于79的队员 最后呢 我还是决定买了这名前腰 叫做蓝奇尼 速度82控球 82顺闻66 防守没有 不过没有关系 有四个星的skill moves 然后价格要500 故意这张卡还没有什么人用 但是呢 我想试一试 我觉得他应该会不错 我们尝试着用一下 这个年龄也非常小 93年出生的 现在才23岁 效率于西汉姆 应该会是一张不错的卡吧 我们试一试就知道了 我们用蓝奇尼踢一下 这名蓝斯尤卡瑟尔的前腰 后来反映降低了一点 没有关系 好了 我们接下来进入一场比赛吧 碰到了一套非常 也不是非常吗 现在说比较强的一套阵容 格里兹曼还是不错的 阿里维拉 哎呦 啊 拿斯里皮奥的1-0 南奇尼刚才错过一次绝佳的机会 不然会是非常完美的一座首秀 拿斯里表现非常好 比赛连接突然间断掉了 非常奇怪 但这场比赛还是跑门胜了 因为我们先进了球嘛 那么接下来去优酷抽一名观众的评论吧 不过说到优酷呢 最近比较麻烦 我录这期视频的时候呢 评论只有57条 但是实际上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后台的账户上 就视频管理的这个账户上 收到评论有18页 就是关于训练书的第四期的评论 其实有18页 每页呢有10条评论 所以其实有180条评论 但是呢在视频下面只显示出了57条 原因是呢 优酷说他有很多评论在审核 而且有观众留言说他留了评论 但是很快就消失了 有观众说是在审核 其实这个事情非常奇怪 我也咨询了优酷的小秘书 但是呢大家屏幕中看到 他只是说一些非常官方的话 一般说是一个半小时左右之后呢 审核会发布 但是我录这期视频的时候呢 这个视频已经是两天前 或者一天半之前了 而且大家评论都是在我视频刚发之后 不久就已经评论出来了 但是现在没有通过审核 也只有在我自己的视频管理的后台 才可以看到 然后呢他建议用户谨慎file 我跟他说我们就是回复个数字 或者全名字还怎么谨慎 然后他就一说一些没有用的话 我们优酷的用户体验真的太差了 而且现在的环境也不能说些什么 说个插曲吧 我上次回复一个观众的留言 我只是他有一个建议 我只是说谢谢 然后呢竟然没有通过审核 我现在都搞不清楚为什么 真的是搞得我非常的郁闷 本来优酷的评论系统就已经很糟糕了 这样的话还有一些评论看不见 但是呢我想到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我数了一下 截至我录这期视频的时候呢 一共差不多有18页吧 是关于上期幸运数字的回复留言 当然中间偶尔几条评论 可能穿插着别的视频的 但是呢我决定这样 我先从18页中呢随机抽取一页 然后每页有10条评论吧 然后再从那页里随机抽取一条 这样呢我尽量能覆盖到留言的观众 希望这次才 所以这次呢采取这个折衷的办法 希望以后优酷评论的审核 尽量不要搞这么麻烦吧 还是建议大家以后留言尽量简短一些 或者说你当下留言 比如被审核了 然后说不能发布 你就不要反复的留言了 你可以隔一天或者再发布 可能就不会被审核了 反正我一般也会隔一到两天之后 才录下一期的节目 还是中间还是有一定时间的 希望大家谅解吧 这确实也不在我的掌握范围之内 那么下面我们再去抽一个数字吧 看看一到十八回给我们几 然后决定我们在哪页再抽取一名观众留言 看看第几页 第十七页 我得翻十七下 算你狠 一番将之后 好了 我们现在到了十七页 十七页有十个评论 我们再随机抽取一条评论吧 第九条评论 第九条评论让我做一个挑战时间 获胜后按数值排列一到十一 抽取一名球员并获得 我尽量理解这名观众的意思 他就是让我提一场比赛用现在的阵容 然后把对手的阵容中的十一名队员按一到十一排序 如果取胜的话 可取抽取对手这十一名队员中随便的一名队员 如果失败的话 他没有说 失败的话 这样好了 我自己加一条规则 如果失利的话 我也把我自己的阵容从一到十一排列一下 如果失败的话 我就卖掉我阵容中随机抽取的这名队员就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这个挑战时间吧 我们还是用这套阵容踢吧 希望我们可以取得胜利 不会送走任意一名队员吧 那我们接下来去寻找一名对手 来看看对手这套阵容 还是非常强的一个 类似于德国 德国国籍和德甲阵容混合的队伍 好多队员我都想要 虽然我目前为止德甲队员不多吧 但是有备不换嘛 希望我们可以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吧 浪射文 哇又是李柱 他最后补射竟然补偏了 浪射文比我们浪海糟喽 浪射文 那个乐位非常好 浪射文 有什么样的 浪射文 啊对方进了 0比1 被反击了一个 下场太突兀了 浪射文 浪射文 这次进的 又是李柱 不射 我靠 竟然做得要挑射 哇 又是反击0比2 我靠 4打1 我的后衛真是无语 浪尼维拉 对手是那种防防反击型 我真没有想到到第8就有人打防防反击了 我还以为 这应该是到了第6到第5 或者有些经验的人才这么干 就留于奥巴美扬在前面了 准备打反击 后面都是人 浪搓射 可又被后面卡住了 啊 进吧 立柱 又是立柱 还越位了 唉 几尼漂亮 1比2 搬上来一个球 还有时间 那几尼 差一点点 又被后卫干扰了 浪 搓射 西索哥搓射 又被后卫挡了 进去这些人啊 全场比赛结束了 我们最后1比2输掉这场比赛 碰到了一个百大八加防守反击的队员 这是我们目前为止 低级别踢到现在碰到第一个防守反击 之前反正我就是高压比抢 然后稍微冲一冲 都能把对方防线冲散 我们要到这次啊 被防守反击搞死了 而且我们还要失去一名队员 唉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抽一下看看我们失去会是谁吧 那我们给队员的数字的顺序呢 就是从下到上 从左到右 大家在屏幕中已经看到了 每个队员对应的数字呢 都在他卡片的右边 那么一抽几个看数字集 4 4是斯通斯 啊 拜拜吧 嗯 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YouTube上一共有26个评论 那我们随机抽取一个吧 第二个 要我买奥斯卡 奥斯卡数值是不是太高了 我们现在的 级别是不是不能买啊 我稍后去查一下 大家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奥斯卡的数值 现在有84 所以我们目前为止还不能买他 因为视频一开始我也说了 我们在第7之前只能买数值小于等于79个队员 那我们再随机抽取一个吧 那我们再随机抽取一个 C罗 行了 这个 那我们再随机抽取一次吧 所以我希望大家留言的时候 还是我第一期已经说过规则了 但是后面可能没没说 或者说大家忘记了 或者怎么样 然后视频简介下面也有 新闻数字的大体的规则 希望大家还是参照规则走一下 那么再随机抽取一个吧 中国球员拜托 OK 那我们找一个中国球员吗 不知道 UT里有没有中国的球员 应该有吧 但数值都不是很高 那我们来看看中国队员都有谁 西甲的张承栋 还有别人吗 UT里只有西甲张承栋 所以我们只能买它 我们就买它吧 我们来看看张承栋 速度还是很快的 有80 控球员OK 73 然后三颗星的SQMUS 价格也不是非常贵 要300 我们用张承栋替下了钙毯 化学反应的影响也不是太大 毕竟我们右边后卫是一个 来自西甲的中后卫和它有一定化学反应 盖塔也只是跟它搭一个国籍而已 张承栋本身近来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我们这名中场 要是一名来自西甲中场的话 就更完美了 不过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那我们用这套阵容进入这期的组织场比赛吧 看看张承栋表现怎么样 碰到对手呢 一套一甲阵容 不是很强 祝我们好运吧 这次有机会让拉斯里 搓射 进吧 又是力柱 我感觉我一天得踢三个力柱才能进一个球 张承栋加油 搓射 被温将扑到 哎呦 被温将扑到 这次什么劲吧 皮浩良 1比0 必须有绝绝绝绝绝对的机会才能进球 这个飞铲是我目前为止 飞射16T到现在见过最帅的飞铲 而且这有张黄牌 搓射 高了 这次进到 P2 2比0 C4 我只能打他 3比0 2比0 2比0 3比0 5比0 3比0 1比0 2比0 张承栋一次机会 搓射 他球没有挺好 我想让他把中间摆一下 结果他把球停到右边去了 把角度翻了 反而搞小了 张成动一次机会 混个助攻也行 3比1 好了 全场比赛结束了 最后我们3比1取得胜利 张成动比我想要融洞要好用一些 他有4颗星sqmose就是非常不错了 而且他模型也不小 还是不错的一名边风 我们目前为止呢 在第8两胜一负 即6分还可以 离升级还有一段距离 然后进球最多的呢 还是融10场比赛进了11个球 然后这名前腰呢 9场比赛进了6个球 还有三次助攻 助攻最多的是西索科 西索科参加比赛比较多 然后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这名中后卫 其实有一场比赛让他踢中场 他一场比赛就完成了三次助攻 然后应该是和融吧 并列最佳队员非常夸张 现在为止参加比赛最多的呢 也是浪参加了10场比赛 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呢 暂时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的幸运数字 也希望大家在这期 视频的后面积极踊跃的评论 然后好帮助我们更好的完成下一期的幸运数字 好了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